顶级冲浪赛事 滑稽小丑 体验冲浪 直升机巡航穿梭 17项创意急事 掀起万宁冲浪赛季高潮 万宁冲浪赛季江年华 编分大奖等你拿 他叫铁庄 中国的冲浪明星 作为中国第一代冲浪人的代表之一 铁庄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经历 而他对于推广冲浪运动不遗余地 也迫近想要提高自己 在GoPro世界男子长板职业冲浪冠军赛的赛场上 铁庄与万宁冲浪人黄伟 携手持绿卡代表中国参赛 第一次参加顶级职业赛事 黄伟稍先紧张 但他认为这是展现中国冲浪人 很好的一次机会 毕竟第一次参加这个ASP的比赛有点紧张 一起玩或者是看别人玩 这个是最好的练习嘛 随着赛场上的哨声响起 第六小组的比赛正式开始 铁庄与黄伟一起出赛 与上级世界冠军克兰蒙特对决 尽管最终中国的两名选手 与国外顶尖冲浪手存在巨大差距 但是他们的收获确实巨大的 就是说我第一轮的那个 在水里面风比较大一些 就是说感觉还没有涨到 但是我希望复活灾的时候会好一些 跟新年的冠军一起玩 对对对我们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们会继续努力 赛后世界冠军克兰蒙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万宁是他的福利 他希望也能将好运传递给中国的顶尖冲浪手 并祝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复活赛中继续加油 很荣幸可以和中国表现最优异的 那个冲浪选手在一起比赛 然后他希望在下一轮他们能有更好的表现 万宁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他很开心在这里 然后对于今天的冲浪条件的话 他觉得比去年要好 但是因为这是第一轮 所以他也没办法说太多今后的趋向 因为这个比赛 赛事的级别很高 所以即便他很有信心的话 他也觉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赢 据了解 GoPro世界女子长版职业冲浪赛中 中国选手刘丹 郭书军 黄盈盈 将代表中国出战 我们也祝愿铁装为代表的中国冲浪人 再进一步 在世界舞台展示他们的风采 纳汉王记者陈丽娜 逢城 日月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郭书军 这就是所谓的 你打赏的 是圆一位 这就是哒丝的 楼子 对 装 空帐